一块泥土生存 开局一块泥 能否通过增值打败羽魔 土块还能增值 不就是万能土块吗 暴力全看桥 举鞋敲这个神器 开局就能打败羽魔 这是怎么一回事 没说神器连土块都没有 现在的土块一万不值 咱们还得给它增值 比如我在空岛死亡次数足够多 土块就越值钱 哦一块土 刚才不够用了 所以增值了 不过这么多土块干嘛 留着给你挖坑呢 至于第二次的增值 咱们也只能够去 其他的岛屿看看了 土块对面有一座巨大的矿石山 矿石肯定比土块值钱 我们过去试试看 能不能增值 在矿石上的矿石是真的多 要是能够带出去就好了 直接就报复 我们跑到山顶看看 哇这箱底还有金矿 不只有金矿 还有一个大活人 原来是矿石回收的商人 每个人这么能够挖了不少土 能换个普通稿子 等着我挖多点矿石 再来换个冬结稿 挖矿石能增值 每挖一块就增值一次 很快我们就能够增值无数次了 现在有了三十块乌金矿 换个冬结稿 一稿子下去一大片的矿石 这可别一开始就傻乎乎的 去狗蛋快乐了 而且没一会儿 这矿石上就要被我们挖空了 增值倒是增值了不少 但是我也没见到 什么特殊物品掉落啊 我觉得我们想买打工的 啥都懂不懂 花可不是这么说的 跟我来 咱们再回去挖挖土块试试看 绝对给你一个大惊喜 这土块还是普通的土块 但是掉落的东西可就不一般了 不都是剩好的双倍啊 我又可以了 直接挖出一整套 打扮远模我看行 走 咱们去试试 等等 你先别急啊 你就不想得到更好的装备吗 你看咱们后面还有一段高空库跑 完成之后还能够增值千万 到时候挖土块掉落的就是神器 咱们先去试试 反正库把未来可有经验啦 区区高峰库把 我手头还有大量的土块 用来辅助我轻轻松松 加一往前冲 这难度越往上就越难 我往下一看 吓得我都恐高重犯了 这突然收斗的 而且这一关 居然还有冰冻装饰队阻拦我 真的是玩出花来了 这冰面相当滑 一不小心就会挥出去 关键时候 还得是表妹带的土块 有了土块的辅助 管它什么冰冻装置冰块 我都不放在眼里 这么快就最后一关了 亲密好多冰雾蘑菇 而且真厉害 竟然没有失误地闯了过去 冷战我也来了 表妹加油 好好运用你手里的土块 是不是很轻松 到达终点以后 就能够增值百万 再来试试挖土块 掉落的装备就更厉害了 这些打败羽魔肯定没问题 神奇打羽魔 带他小用啊 我去 这羽魔疯了 就要跑了出来 跟您打他打 还好远程武器多 不然我可不敢近身 这羽魔怎么那么能跑啊 哟 还放大招 他结果一个大招 把自己打到虚空里去了 这羽魔疯了